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迷鬼沙洲的路線圖攻略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那個奇境的大獎 大獎的話是詹青卷10個 小獎的話是金幣金葉子 鑽石跟我們的總抽 就是比較偏這幾次奇境大宗的獎勵 迷鬼沙洲他的玩法跟我們前幾個月的懸殺軌道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只要先鋪好我們的路線 然後讓我們的礦車直接上過去 就可以打得很輕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關卡一開始他是在那個地圖的左方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點我們的這個機關 發動我們的礦車 接下來我們把下方的怪推過去 再來我們這邊先鋪好路 我們再發動礦車 這邊的鋪法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原本原有的機關 你只要跟著 基本上點一次我們就可以直接過去啦 然後我們再把下面的怪給清掉 我們再來發動第二階段的礦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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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的話先把左邊的怪一樣推掉 然後再來先點機關 然後我們再來繼續先鋪路 這邊的話路線就是要先把他往下鋪 然後再推過去 然後把這個箱子往下 我們回去本來的位置來發動礦車 我們第三階段這邊啊 直接往左邊點這個綠月機關 右邊這邊的寶箱也要記得拿喔 然後我們再來繼續鋪路 這邊下方的話先把怪推過去 我們沿著從下到上這邊全部點一次 我們再來點一下紅色的綠月機關 再來我們往左邊這邊點這個機關 我們這邊路都鋪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回到最右邊這邊直接發動礦車 接下來我們把剩下的怪全部推掉 再來我們點礦車上面的獎勵喔 好那我們期盡就完成了 然後我沿路的時候我忘記了最右邊的寶箱 所以我們這邊把他點完 那我們這邊就通過了我們的迷鬼沙洲了 這邊都已經全過了 好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囉掰掰